大陆现在呢 当然对于菲律宾 或甚至是对美国 他会予以警告 但是对于日本 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警告了呢 因为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 他们的统合幕僚建部 在26号早上11点29分到31分 看到的这个是中国军队 一架运九情报收集机 说是侵犯长崎线舞蹈室 男女群岛近海日本领空 他把图秀出来给你看 他的路线你看是这样子 这样子飞过来 然后呢 这个好像还绕了个几圈 这个孕九在这里 特别有一张照片 那可以看得清楚 九州我们知道 这个长崎是在南九州 所以他特别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附近的这个范围内 天哪 这个对于日本来讲 这是一大打击吗 因为他们马上就关切 并且甚至也表达了不满 并且也强烈的抗议了 但是事实上大陆为什么 运九会飞到这来呢 这还是头一招 日本难道以后还要再面对 更多更多这样的类似情况吗 目前是说他进入领空 是日本方面的说法 大陆这边还没有很明确的 讲说有没有进入日本领空 那日本这边是进行抗议 那可是 我觉得大陆那边大概 最多就是说误入啊 或者怎么样 可是我请大家注意领空是12海里 所以真的有逼近到12海里这么近吗 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意味就非常的不寻常 因为运九他本身是做一些相关的情报 刺探收集工作 那他这一次去我觉得 他绝对不会是不小心迷路走过去的 他这是刻意这样过去 我觉得他在看看日本的反应到底怎么样 那日本就很紧张马上战机升空就开始拦截了 那他就看一看他就走了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接下来恐怕 今天这一次以后 恐怕我们可能每隔一阵子就会看到 类似的情况发生 就是他会开始 不会只有这一次 对不断的逼近 他不一定会进入他的领海 但是可能就会在他的所谓的 这个防空识别人区或经济海域这附近转来转去 然后就看看 看看你们的反应的速度啊 然后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啊 然后我再来测试 那无形中也给日本一个压力 对 那因为日本就是跟美国常常在讲说 说大陆会打他的琉球啊会怎么样啊 说一直说什么滨海战斗团啊 要设在冲城这个地方啊 那现在没关系 你既然这么喜欢讲这些东西 那我就逼近试探 我看看你对这个压力 到底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 但是他们也都很喜欢来测试大陆的反应嘛 因为实际上美国找了德国 加拿大意大利英国 澳洲的大家轮流来在东海啊 在台湾海峡附近转来转去嘛 那既然你要这样子我也来回敬你一下 好杨老师怎么看这事 7月7月4号 日本的一艘驱逐舰死路到浙江省的领海 而且死进之前呢 其实都已经大陆这边都知道了 而且不断的警告他你不要进来 这已经是中国的领海 不过中国领海画的是叫做直线基线 那所以但是这个海图上都很清楚的 他还是进来了 然后离开之后日本说这个计数失误 然后大陆一直要他解释 而且要承诺不再犯 我觉得就是日本完全没有解释 而且你知道日本进去多久 拖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说法 日本进去多久 这个飞机进去两分钟对不对 日本的驱逐舰进入到领海20分钟 那大陆这样的话算是客气了 我就是你来我也告诉你 我也可以做同样的事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样子 因为孕九在这里 他要去收集资讯的话 他不一定要进入领海 其实也都足够 他这个动作就是告诉你 我只用你十分之一的时间 就让你那么紧张 那你让我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解释 而且你进来20 他进来之前还被不断的警告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7月4号到现在这个段时间 日本应该没有做任何的这个作为 都一个多月了 所以大陆也就用这个姿态来表示 我觉得就相互的彼此表态一下 那日本当然也接到讯息了 现在日本接到这个讯息了的话 那就看日本方面要怎么做了 大家都不会讲话 知道说也许以后不要再进入到 别人的领海或领空里面 是日本方面就透过外交管道 表达了不满强烈的抗议 要求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那当然了中方就说 是啦我会回报 但是呢 好像意思是我也不保证 还有没有下一次 这个基本上 我想这个任何这个受过训练的空军 不会随便侵入到人家领空的 这个就是一个刻意的一个作为 那选择还是比较 敏感性比较低的 因为这个下面那个男女群岛 它是一个无人岛 距离它最近的那个 那个有人岛还有50公里 那只是这个梁月岛 就是这个男女群岛 它也画了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它的这个所谓的领海 跟它的领空 那进去两分钟的话 我想这个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刻意对那个梁 就是说这个梁月号 侵入中国领海的事件的一个 一个报复性行动 对日本这种国家 它大陆采取就是说你来我往嘛 对那日本也没有交代很清楚 你为什么一定要闯中国的这个领海呢 而且进入到中国领海 事实上相当长一段时间 那所以我认为这两件事情是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是绝对是相关的 相关的 只是选择的方式事实上的话 你知道飞机进入领空的话 事实上它在法律的解释上 是比较没有那个转环于地的 你船进入到领海啊 因为现在领海上面有一个 所谓的无害通过 就是这样一个国际 就是说海洋法上的无害通过的概念 日本还可以在里面狡辩一下子 就是说我是无害通过啊 可是领空没有什么无害通过 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回应 是比日本的作为更强硬的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你你犯我一尺我就回你一丈的感觉 是好回过头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太平洋岛国的论坛已经登场了 那在这一次呢 其实事实上感觉还是有背后大国的较量 哪两大国当然还是中美两国的较量 今天我们来看在这一次的这个论坛当中呢 台湾当然也有派了外交部的政策参加 不过有澳洲的媒体说索罗门群岛本周将会 借由这一次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推动 取消台湾观察员的地位 其实现在台湾是可以去参加的 但是观察员的身份 但是呢到明年是不是就没了 因为现在索罗门群岛要推动这件事 那推动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是背后有北京的力量吗 那么再者那现在呢 是不是真的可能会推动成功 大家也都在看 尤其也在关注着澳洲的态度 先来请教韩冰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可能会出现 因为就是两岸之间的情况并没有缓和下来 那赖清德虽然最近有人说他看起来好像 比较放软了一点 可是那只是去金门的一次讲话 他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还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大陆恐怕他不会停下他的脚步 他会继续在压制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 那当然在南代导国论坛这个地方 其实也不一定这么容易 因为美国在这边的势力还是有一定的力量 所以你说索罗门群岛 假设先做这个试探的话 也不一定就一定会成 因为其他国家还是有美国在后面主导 可是这样子的情况 对台湾就越来越不利 最近其实好几个国家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 包括巴拉圭啊 包括其他这些国家 所以瓜地马拉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外交的这些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现在只剩13个 接下来不知道会被掉多少 然后呢大家忘记了吗 就是我们在国际的生存空间日益被挤压的时候 当初民进党答应我们那些CPTPP呢 这些东西呢 好像看起来一点指望都没有 所以我真的觉得 现在情况真的是越来越艰困 那我们真的要持续这样下去吗 你单靠美国会有用吗 因为美国你看他在南太平洋 虽然他一直说他重返南太平洋 可是他讲归讲 说要重新设大使馆啊 或是什么东西 可是他给予当地的一些相关的精源啊 补助啊并没有很积极 因为他的力量还是放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当你没有实质的力量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南太这些岛国大概也不会有多买账 所以这种情况 如果长此以往 那这些国家恐怕就会跟大陆走得越来越近 那跟大陆越走越近 那台湾在这些地方就会丧失很多空间 我想这是难以避免 好同样也请教一下介大使 因为你看台湾方面现在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所罗门可能会这么做 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跟 土瓦鲁 马绍尔 伯留等 这些领袖们要沙盘推演 好像也要做好相关的因应准备 可是伯留 过去一向都认为说 他跟美国交好 跟台湾也很友好 可是呢 现在伯留就说 中国已经把观光当武器 施压伯留 逼着伯留要跟台湾断交了 那美国当然是反对的 美国当然是反对 那么也鼓励说 你们都要跟台湾要扩大互动 问题是伯留这个国家 他将近一半的收入都是来自于观光 所以如果中国这样施压的话 你叫他怎么办 那澳洲能帮助伯留吗 美国能贡献伯留更多的观光收入吗 这个澳洲的态度也让人很好奇 这会儿爱班尼斯他可是要亲自参加呢 对 就是说 我想就是说 我们过去 就是说在 在这个 这个 南泰的岛国里面 邦交国是蛮多的 一个一个掉 一个一个掉 最后最大的一个 南泰最大的一个岛国就是索罗门 索罗门掉以后 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应该就是说 已经失去了着力点了 那帛琉都变这样 那其他你怎么讲呢 是 因为帛琉基本上他跟美国有签署这种合作协议的 基本上的外交军事都交给美国的 所以美国是每年 每年把这个帛琉人 帛琉人你愿意去美国你就随便可以去 你也可以在美国工作什么的 然后这些都是美国提供给帛琉 然后每年给他一笔钱 然后这个国家在帛琉还过日子 那岛不会人都牵空 他就这样 然后马萨尔也是一样 这两个都是跟美国的关系最密切的 那图阿罗这个国家人口一直在减少 你知道因为他这个 这个好 这个很多岛屿现在陆地越来越少 因为全球暖化海贫越升高 大概他在现在他整个人口大概一万多一点 所以就变成我们这个南泰的大国里面 几乎都已经都已经没有 没有了嘛 那太平洋岛国论坛是在我们在南泰的时候 还有比较多数邦交国的时候争取到的一个 太平洋岛国论坛我们做了一个观察员 对 那过去要维持的观察员地位就已经越来越难了 我想今后的话应该是更难了 那帛琉事实上中国大陆只要撕一点点这种好 又应的话那帛琉一定会考量那一定会增加美国的压力 看美国每年一年给个8亿还是变成10亿 美元 多给一点 那你知道帛琉过去我们跟他有邦教授 那时候我们中国国民党还在那边盖了一个什么 盖了一个观光饭店 帮他帮到这种程度 对 那现在话事实上话 他的很可能就是说我最近没有看数字 他主要观光客来源是中国大陆 对 对 没错 中国大陆 所以就是说他经济的命脉已经被大陆掌握了 所以他也是两难 他必要两面讨好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就南太岛国的话 这个论坛 基本上这有几个因素 当然美国在里面扮演角色 当然是里面最大的非真正岛国的澳洲 都是一个关键 另外还有斐济 而斐济总理最近去了大陆 所以斐济的态度也在转变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南太就是说 美国因为回师南太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 在南太是 影响力与日俱增 主要是跳岛战术 将来如果有海军基地的话 那打美国的太平洋沿岸的话 那就有一个怎么讲呢 沿岸的补及基地了 所以美国也是花大功夫回防南太 那我觉得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 南太岛国论台的观察员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那我觉得你越高姿态 去维持观察员的身份 你外交部的政策 或者这样子去 高姿态去 你反而给自己 我认为这个外交是一个施策 是的 就是只重面子不重理智 你可能会让你这观察员身份 会更碍眼 那你也达不到实质的机 实质的任何的有利的这种 业绩 反而会招致你这个观察员 最后被拔掉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恶乌情势 刚才呢我们其实看到呢 在这个节目开播之前 有一个最新的发展 是什么呢 是乌克兰 乌克兰 他们被炸了 导播给我们看一下那个图可以吗 这个最主要的呢 就是刚刚路透社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击中基辅附近的水库了 这个还有画面 其实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有导弹呢 直接就轰炸 直接就击中了这个水库 但它的位置在哪呢 基辅在这边 基辅在这边 然后呢 圈起来的一个叫沃斯霍诺德的 这个地方 就是被炸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到了这刚才是一个最新的讯息 好我先请教一下杨老师啊 现在目前看起来 因为在今天你看 乌克兰那个警报大响 然后呢其实事实上 也有炸了好几个地方 那刚才最新呢是他直接命中水库 那这个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本来还有大停电的 那现在是不是连用水 这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设施 都开始要遭到俄国的攻击 老师 本来应该上礼拜六的 因为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 就是说警告 上礼拜六是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 那乌克兰在之前进攻了库斯克地区 所以呢俄罗斯就会这个回进 那会针对就是这些军事设施啊等等之类 那现在拖了两天 那两天之后他回进了 那你看到现在就是也算是之前 他针对一些能源设施的这个攻击的升级版 所以这次他又出动图九五 然后呢飞弹的这些攻击 所以尤其对基辅地区造成了这个影响 那在库斯克的周边呢 俄罗斯已经部署三个就是大概算军团级的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进逼到库斯克地方来 同时也要求白俄罗斯再增加 白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驻军 而且一下增加很多 所以其实乌克兰现在你就想你去进攻这个库斯克 到底是为什么 唯卫就造 没有达到目的啊 刚好相反 因为乌东地区你现在反而情势更加的恶化 这个红军村快要失守了 然后呢以地异地 俄罗斯人绝对不会接受这个 那反而死的俄罗斯人就回到历史 库斯克 1943年的时候 库斯克坦克大会战 那个是纳粹跟那个时候的苏联 在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地很平嘛 有一些秋原 有一些秋陵 然后呢 那个时候坦克大会战的时候 双方有多少人参与到 268万人 德国死了40万人 一个半月而已 7月5号到8月23号 德国死了40万人 俄罗斯 那苏联死了80万人 几十辆坦克在那边 坦克大会战 这个俄罗斯人怎么会不知道 不记得这段历史 现在突然占领这个 攻击库斯克的部分地区 他就觉得 那就放你那边 你才进来3万人 对不对 那你就放在那边 被耗在那边 而且北约的这些武器 也被你耗在那边 除非你退 我觉得现在乌克兰赶快退 是 趁你还能退 还来得及 趁你还能退 是 否则的话 其实这个战争 现在乌东地区 渐渐的失守 其实会造成你将来 如果真的停火 或者是要谈的时候 更不利的处境 对 形势确实 看起来呢 对乌克兰是更加的不利了 尤其是当他们的基础设施 是被轰炸成功 那我们刚刚在看到 前面的一张电视墙 我也请教一下韩冰 因为说到现在目前的这个战况 你看泽伦斯基还在说 越境突袭库斯克乌军有进展 还说控制多两个村镇 那刚才我们看到是什么情况 连水电 这可能都要受到冲击了不是吗 而如今现在我们又看到是说 在26号这一天 俄军又对乌克兰是全境空袭 派遣大约11架图九五轰炸机 几十枚飞弹无人机等 袭击它的能源基础设施 而且呢紧急大停电的情况之下 哇这接下来恐怕形势只会对乌军更加的不利 对啊我觉得很奇怪 F-16不是已经到了乌克兰吗 图九五这一种其实算是比较老旧的飞机 那你的F-16怎么上去拦截 那美国提供F-16不行的话 美国提供坦克也不行 对啊我觉得F-16为什么不上去拦截 那如果连图九五这种飞机你都拦不住的话 那你怎么去拦住人家战斗机 对啊所以这个有点奇怪 那F-16他们到底是能用还不能用 到底战力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存疑 因为F-16一直到那边吹的跟真的一样 到现在好像没有真实出击过 是美军怕被打下来了吗 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 所以这个很奇怪 然后泽伦斯一直不断的强调 他在库斯克当面这边好像获得了进展 可是他进去已经两个多礼拜 这两个多礼拜战果是什么 就他还是在那附近打转啊 因为实际上他已经不可能再前进了 为什么 我们之前就讲过他不断在炸桥 那炸桥表面上好像是阻绝了俄军的增援 那实际上也让你自己过不去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实际上他炸那个桥也没什么太大用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附近好几十座桥 对吧 所以你只炸几座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用处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明显在库斯克那边 乌克兰军队的前进的动能已经丧失了 他大概顶多就是在那附近做一些游击战 甚至顾守 守不守得住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俄军现在显然在库斯克方面还没有 开始动用主力军队在推动 他只是暂时把这个局势稳住而已 然后他现在开始不断的供应的乌冬根 甚至你的基辅要害 那请问一下 你乌克兰怎么反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